那经过一夜的作业之后 现在河南贺璧汛县 为何新镇镇这一处的 河堤绝口的封堵情况如何了呢 让我们马上来连线 此刻正在现场的记者汪居卫 居卫你好 请你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好的初学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河南省贺璧市汛县 为何在新镇的 一处绝口的堤坝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我身旁 离我非常近的距离 还在过一辆大型的 装着沙石的车辆 那么现在这个车辆 继续向后退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一下 在我的左手边 可以看到流速非常高的渭河 那么当地人告诉我说 原来渭河这一段的宽度 大概在15到20米 现在呢 已经可以达到 基本上有100米的宽度了 那么现在通过我所在的 这个很短小的堤坝 我们再向我右手边看 这边呢原来是一片农田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也已经变成了 像湖泊也当地方 在远处还能隐约的看到 已经被淹到一半的 大棚以及农房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所在的这个堤坝 我们可以通过镜头看一下 昨天晚上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是非常窄的 只能通过一辆车 但是经过一夜的奋战 可以看 基本上已经拓宽出了一倍的道路 以至于刚刚可以实现 在这很简短的两车错车 那么来的路上呢 我也看到哈 周桥旅的部队呢 已经在河流的上方 放下了机动周桥 就在几分钟之前 机动周桥已经载着 重型的挖土机 开向了正在前方的 这个绝口处的对岸 你看通过镜头 我们可以隐隐的看到 他们还在前方 另外呢 在整个这个堤坝前飞的道路上 也停着大量的重型车辆 以及铁龙和石块 准备随时运送进来 那么顺着我身后的方向 可以看过去 在200米的左右的位置上 现在就是绝口处 那么经过一上午的奋进呢 已经艰难的向前推进了6米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航拍画面 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堤坝绝口处的 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航拍可以看见 在这半边呢 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车 在进行填埋作业 但另一边没有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边的道路 因为有一个小桥 无法通过大型车辆 所以一直没有进行推进 这也延误了整个河龙的时间 那么刚刚我们的周桥旅 已经载着大量的砂石和挖土 准备冲向对岸 两边同时开始进行河龙 未来的效果应该会很好 刚刚在整个的绝口处呢 我也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 未来在有15到2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预计就能够实现顺利河龙 那么现在的水速怎么样呢 刚刚也采访到了 水晶部门的负责人 说目前整个渭河 这一段的这个流量是400 基本上已经是峰值 所以对于整个河龙工作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 我们整个看到 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困难 我们也了解到 一方面呢 是属于这个道路 太过于狭窄 没有办法实现 快速的双向车道的来回运转 另一个方面 就是对面的暗土相对松散 这边河龙推进 那边可能不断崩塌 那么通过我们今天上午采访 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那么这两个问题 现在都在有序的推进 和得到高效的解决 所以在这儿 我们也会继续跟进 这里河龙的情况 寄希望于15到20小时 还能在科学的范围内 进一步缩短 更快地实现河龙 保障我们下游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的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局委 那么通过刚刚的这一段分享 我们也发现 现场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封堵的作业 是正在有序地进行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